挑高气派的建筑空间 从圆形拱窗望出去 是未来的海景 这是屏东一间网红咖啡厅 充满异国风情 就连平日也有不少打卡人潮 不过却有民众指控来访这里 按照规定零号码牌入场 一行人进去找不到位置 想离开却遭店员阻拦告知 进来就要消费才能走出大门 让消费者不满质疑 找不到位置是号码牌机制的问题 为什么要买单 进餐厅后不想吃就不能拒绝吗 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针对民众指控 业者反驳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员工 不太会跟客人讲那种那种话 那如果是我们查到说 员工如果这样子跟客人说话 我们也会就是对员工再教育 业者为了维护用餐品质 是才发放号码牌分屏入场 并会在号码牌上住民提早五分钟到场 等待叫号 咖啡厅拥有绝美的海景 就连平日有不少人来拍照 假日更是满满人潮 不过现在传出疑似发生消费纠纷 店长强调不会强迫 顾客消费 华市新闻众汉屏东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